hello大家好我是安娜阿姨 今天分享最近买的东西 主要都是家居项的为主 还有一点点我在淘宝上海淘特别可爱的小物 那先分享一个不是那么家居 给我老公买的一双鞋 就是这个叫昂 好像叫cloud 搞不清楚 反正中文叫昂跑鞋 两年多以前这个品牌刚上市 我就买了一双 我买了个黑色的 给我老公买一个白色同款的 就算他们第一代的吧 因为它越来越火了 然后生活中有朋友们就看我穿 就问这个脚感怎么样 我总体觉得它其实是这个鞋比较宽松的这种 然后它的底比较薄 就是你踩到一个大石头你是有感觉的 总体它是非常轻便的 而且不勒脚 那跑步运动还是确实挺舒服 平时穿也还蛮好看 那这次它上了这个跑鞋的第五代 我就入了一下 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改进 和我这个女款第一代比起来 大家看这外观上还是有一些变化 对 然后它最特色的就是鞋带这里 那第一代就是这样的一个普通的 需要系的鞋带嘛 那第五代的鞋带自带一个就是 这两边栓上的短的这种 所以你就可以一脚灯不用系鞋带 然后它还附送一个就是正常这种鞋带 可以把就是所有的穿孔穿上绑起来 这样就更稳固一点 另外它鞋的这个后帮这里会加硬了 所以就是支撑力啊固定力会更强 鞋底目测没有什么变化 面料上也是比较轻薄透气那种款 下面就是正经的家具分享 我今天也会分享很多很实用的好物 相信会给大家很多帮助 这个收到我还没开始用 没拆开就是这个意大利的牌子 叫Alessi 它们家三个储藏罐 大中小三个 它好像是有机玻璃的 然后非常可爱 里面有一个倒着的这个小人 盖子好像是塑料的 然后有一些密封的感觉 密封口这样的一个储藏罐子 买了大中小三个一套的 它应该是也有单独的吧 但我觉得这种罐子就是一套摆着会比较漂亮 Alessi是一个意大利的家具品牌 我之前几年前就买过 他们家这个罐子我觉得挺好看的 就是马戏团这个系列 那这个上面是马戏团的主题 这个盖子是这样的 最近又入了一款这个Global的刀 是一个日本的牌子 给你们看一下 就是这个牌子 就这样的 无比锋利 刀坝这里和前面就是连着的嘛 洗起来会非常舒适 不存在一个木头把手的接口 刀我之前买过一个切面包的刀 和一个小水果刀 用了两三年了特别好用 我自己也用比如说双利人 单利人 还有那个德国的 就是有一个鱼叉形状什么的 叫三叉刀 他们那种 我感觉就是刚没有这个这么厚实 就切起来有的时候会觉得薄 虽然也很锋利 但这个刀是我目前用到 我最喜欢的一个牌子 Global 那日本做的产品 刀具你看 有这么多种 就是你要把它入齐的话 就要破产了 但是好像切东西 切东西的分工也好细 还入了一个叫Nainby这个牌子 可能是美国的 就他们家也出很多餐具 party用的一些色拉的 serving的bow什么的 买的是黄油刀 之前那是宜家的黄油刀 所以丢的丢 反正现在不太够用了 然后就又入了一个他们家 他们家这个质感真的好好 那他这个不锈钢的是这种圆圆的很流线型的设计 非常有分量感 很亮这个刀我好喜欢 这个好像是打折入的就没有特别贵 Nainby这个牌子和George Jensen稍微有些像 它也是这种很流线的不锈钢的设计 但它有很多是跟木头结合那种餐具 大家感兴趣可以看一下 不过都非常粗犷 就是很大 那是很适合就是大一点房子开party用一些餐具 最近终于买了一个锅 我都有好久没有买锅了 这个也是我想了很久 这个stop的饭服 我看很多就是social media很多博主在po 我觉得这个锅太可爱了 但是我还没有用过 这样一个超可爱的小饭锅 就是用来做米饭的 那它特别特别小嘛 就这样 然后就是把米放上去 然后怎么烧开焖 我还没有仔细研究这个到底该怎么用 对 然后就觉得这个小锅太可爱了 有的时候比如说给小朋友煲一些汤 我觉得这个挺不错的 很小 但是非常非常重 我看网上晒图还可以换上面这个nod 就是换一个什么小兔子啊小熊啊 到时候以后换一个 超可爱的一个小饭服 分享两个没有那么有设计感 没有那么有趣 但是我自己用下来特别使用的 一个是毛巾 大家看长成这样 就是它平时挂上了就这样 因为这个我已经用过洗过了 就它洗过就是这样子 这种waffle状态的毛巾 就像那个华肤饼一样 就是梅西可以买到的hotel collection 它不怎么掉毛 不怎么乞求 状态新的和旧的没有什么差别 不像像有些毛巾很容易旧 我用过一阵子觉得特别好用 像这种小块的叫wash cloth 就给小朋友用 我这次就是前两天打折又入了几条 比如说这个大的就是正常 我们说的毛巾的这个大小 觉得包上头发都没问题的 这种所以又入了大的 还有更大的像浴巾那么大 比较薄 然后我觉得很吸水 还有一个很实用的 这个亚马逊就有卖 是一个挂裤子的衣架 你平时挂在那个衣架中 它有两个挂钩嘛 一排一排的 你可以把裤子挂到上面 可以挂五条 这的好处就是拿也比较好拿 然后平时如果想省空间呢 就把这个挂钩从衣架上 这样撤下来 然后挂一个挂钩 在那个衣帽间的横梁上 那你这裤子就是这样一排 就是非常扁 很省地方 我估计就是类似于什么 拼多多之类的可能也有 但是我感觉这个亚马逊上买的 也没有贵太多 这个质量还是蛮好的 下面分享推荐一个 OXO的这个米盒子 我不知道有多少小伙伴 跟我一样注意到 就是他们后来出了一个系列 和之前的这个盖子 会略有不同方形的 就原来这个有点圆弧形的 区别是里面 你看这个盖子带一个小圆凸点 以前的这个款就不带 像用OXO这个大盒子装米 各种米的时候 像我这里面就是放的 那个电饭锅带的 电饭包带的这个粮杯 做饭的时候 这样去舀这个米 有多种米不就不够了吗 所以我特别推荐里面 带凸点的这一款 如果你看一下 你们家有这一款 你就可以单独买OXO家 他们出了这样的一个小粮杯 小粮杯的背面 这有个凹槽 就是它可以卡到 这个圆点上 后期来里面就是有一个带小粮杯的 那这个电饭包的小粮杯就可以省去 就可以看一下自己现有的OXO的盒子 是不是带这个凸点 如果带的话 你就直接买那个小勺子就可以了 每一个里面都配一个小勺子 绿豆啊 杂粮啊 都可以用那个窑 或者是你直接买 就是现在是有带一个勺子 一套的这样的盒子 好 最后分享几个有意思的就是淘宝海运 我收到的特别好看的小东西 一个就是手机壳 我以往在淘宝上买很多手机壳 但这次我买的特别满意 那大家看这个手机壳是那种 怎么说 就有点像橡胶一样 就是很滑的感觉 然后你看它这个边做的 特别精致 这上面这个小姑娘是单独买的一个手机夹 就是我买这壳子不带这个 不带这个手机架的 然后单独配了一个这个 买了他们家一个这个苹果的一个手机架 是不是也特别可爱 就是你配一个奶奶的这种手机壳 手机壳的包装在这里 我觉得做工还可以 还买了一个手机壳 给大家看就是这个透明的 后面有这种小宝石的 我觉得特别可爱 没有我刚才奶奶这种手机壳细节那么好 但也是挺好看的 就是好像很透的感觉 在淘宝上买到了我很喜欢的一套筷子 它这后面是这种圆点点的设计 它整个好像是塑料吗 还是什么材质 应该是可以进洗碗机的那种 对我觉得这筷子特别好看 买一套试试 如果觉得好 我可能再入 因为它有两套 就两个颜色的 正好凑时双 就是后面这头头挺有设计感的 我想一个淘到的 特别好看的小朋友的头绳 大家看是一盒一盒的 里面像糖果一样 有心形的拉什么的 还有这种橡皮筋 就是带两个彩色的头头 就是没有上面那个糖果的感觉 还有这种小冰糖一样的小方块的 皮筋我已经拆开用上了 弹力什么特别好 质量也好 不会用一下就坏 然后给小郭就是梳辫子 特别特别喜欢 我觉得质量很好 它上面写的是handmade 就是它手工做的 虽然价格贵一点 那一盒我忘了十几块钱吧 虽然价格贵 但真的是质量特别好 最后分享给这个Stanley的杯子的一个小配件 就Stanley杯子上面不是有个吸管吗 平时你会怕有点脏 就是会进去东西 我不知道我这种担心大家有没有 所以我在淘宝上看到了这个东西 这样一个吸管的盖子 然后有各种各样图案 我买了一个小桃子的 还有一个小木马的 它底下有个圈 你可以套到吸管上 这个橡胶我闻了也没有什么味道 对非常可爱 以上就是近期买到的家居好物 有趣的好物和实用的好物的分享 希望给大家更多家居产品的灵感 那我们就下期内容再见吧 拜拜